一个能良好运行的机械是由多个完好的零件组成的 而汽车也不例外 我们可能会非常了解汽车的价格 对于它的性能我们都能说的头头是道 但如果不是专用人士 那么对于汽车部件的价格多半是没有什么了解的 你知道在汽车中的哪些部件最贵吗 其实对于哪些部件最贵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汽车维修价格中看出来 发动机 车身 电子系统 这些的价值差不多 大概都占了汽车总造价的15% 就光这三个部件就差不多有汽车的一半价值了 而事实也如此 我们汽车出毛病了之后 这三个地方的维修费简直让我们心疼 而在这里面又要说发动机最为精细 维修难度大 而且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而剩下的50%价格就被其他部件占据 而且随着这些年汽车的制造材料越来越好 汽车的价格也是不断上涨 而且随着人们的需求提高 对于内饰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内饰也是越来越奢华 有的豪华汽车 它的内饰反而是汽车中最贵的 说完部件再来看看零件 在整个汽车中有两个零件非常值钱 一是仰传感器 二就是高档车中的芯片 芯片那么贵可以理解 但是仰传感器又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监测尾气 至于为什么贵 制造工艺是一部分原因 但是更多的是由于这个零件是白金的 当然汽车厂商也会对这些昂贵的部件 格外的上心 所以一般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它们的品质 我也要不需要担心它们的 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它们的 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它们的